瑞典维多利亚女王储 嫁给全世界最温柔的男人 宠妻还是女儿奴 欧洲众多王室中除了英国威廉王子一家人气非常高 瑞典王室的维多利亚王储一家绝对也是圈粉无数 瑞典王储维多利亚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性 充满着真心情 她是瑞典的未来女王 不顾反对嫁给了她的游泳教练 甘尼尔两人婚后相亲相爱 2012年生了一个女儿是埃斯特拉公主 2016年生了一个儿子奥斯卡王子 一家四口不管出席任何地方都被人们赞良和羡慕 当她结束上一段恋情宣布想要嫁给甘尼尔的时候 不管是王室还是平民宣布反对 面对爱情 她选择为自己争取 时间检验结果说明她是睿智的 她完全知道丹尼尔是她对的人 这个决定才有了现在的幸福家庭 婚后的丹尼尔被封为亲王 她落落大方的出现在女王身边 她不仅在游泳方面有杰出的成就 对于政治上的思考 她也非常杰出 如今也得到瑞典人民的认可 她不仅是维多利亚女王兼实的后盾 不仅宠妻还是个女儿奴 埃斯特拉小公主出生以来人气就非常高 她不仅遗传了父母的颜值基因 还遗传了维多利亚王储的性格 古灵精怪 没有一点公主的娇气 她就像个精力旺盛 十足调皮的小女孩 也许在这个年纪 她还不知道 自己将来和母亲一样都有厚重的责任 那就是为了女王 不过这位小公主生在 这个家庭简直就是最幸运的选择 相信她比其他王室的公主 活得自由快乐得多 而丹尼尔的运动细胞 也很好的遗传给了埃斯特拉公主 平时这个游泳健将 在女儿面前却十分温柔 看着抱抱 就知道有多宠爱女儿了 小编觉得维多利亚王储夫妇 对于孩子的教育方式非常好 在小公主的脸上 你看见的是她这个年纪的活换 和无辱无虑 而不是和其他王室的公主 一样穿着裙子规规矩矩 脸上都是与年纪不相符的稳重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 相信她会拥有健康的身体 快乐的灵魂和强大的内心 而这一切都是作为女王的基础 她将来会成为和妈妈一样优秀的人 看看这个表情 不管是眉眼之间还是神态 简直就是妈妈的翻盘 毫无局数的感觉真好 开明的王室教育 温柔的父爱 都会让这位小公主越来越优秀的 维多利亚女王储果然没有嫁错人 说一点维多利亚女王储 嫁给全世界最温柔的男人 宠西还是女儿奴 我说的这位小公主越来越优秀的 我说的这位小公主越来越优秀的 我说的这位小公主越来越优秀的